这里是UUS 重工的这些衣服还是非常不错的 火车站这边的批发市场 因为他们是做零售的 所以国庆期间他们大部分都是不放假 关于怎么找爆款的这个问题 如果是中低市场的 你就直接跟款就可以了 你在批发市场里面看到 很多款式相同的 好几个当口都有的话 你就拿那个就可以了 中高市场就看一下 他们主要位置是放的哪些款式 主要位置的一般都是放那些卖的比较好的 款式确定了爆款之后 不是说你就可以一直卖了 爆款确定之后 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你的货品怎么样 你的这个货要质量非常好 性价比很高 跟同行比起来 你的价格是有优势的 这样子你的爆款才能够持续的做下去 UAS这边也上了很多毛利外套 这边的毛利外套大部分都是羊毛的 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不报价格 第一就是因为我的视频是分享的 如果是报价格的话系统会认为我是在锁广告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毛利外套就是含羊毛量不一样 还有做工不一样 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说我直接报价格 那这样子就很容易误导 亲们 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毕竟是批发职场 如果直接报价格 加上这些很多都是新款的 线下的有很多人可能款式还没有回去 那这样子也会对他们有一点点影响 它不像清仓 清仓的话无所谓啊 清仓它零售也是可以卖 但是现在毕竟是新款嘛 如果你们是做服装的 想要知道价格 你就直接来这边问就可以了 因为每个衣服的材质做工不一样 还有一些品牌效应不一样 它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说你们是买衣服的 那你知道这个价格其实也没有多大用处 因为毕竟做生意的 没有说谁亏本啊 或者是不赚钱卖给你 肯定是要赚钱的 商家能赚钱 才能够持续的给你挑更多的新款 关于白马红棉和UOS 这边哪个质量好一点点 整体来说白马红棉那边的品质 会比UOS这边好 但是UOS这边的风格 它是属于年轻款式 是属于筷子上的 一般18到24岁的女孩子 特别喜欢这边的衣服 这边的款式 如果是白马红棉那边的话 相对他们来说可能就过于成熟了 在二三千层市开那种精品店 做那种气质 秋生款式的话 白马红棉那边的货员 相对来说就好一点 秋装现在有很多东口菜都已经不生产了 它们主要是主打后款的这个外套 秋装正式的那个时间的话也不多了 正常的话像南方地区的话 最多就是一个月 大部分地方都是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这个格子生产带装的这个已经放在这里 应该有差不多一个月了 像这种款式它一直放的话 你们直接拿就可以拿回来 基本都是压不住货的 它们家也是哪里都有档口 不过它们家的款式就比较特别一点 大部分都是属于那种小香风气质类型的比较多 而且就是连衣群也是很多的 像这种款式要人群队才可以 我试过几次拿回来不好走 这个毛衣也是放了很久了 格子的这个毛衣虽然说年年都有这样的款式 但是这种款式每年都能肘一点